新竹市竹聯寺舉辦七夕成年禮轉大人的活動 新人來自新竹市多家高中 年滿16歲的青少年參加 隨著市長林志堅和眾多嘉賓持相敬拜 活動也聲大展開 那今天來參加我們七夕成年禮的這些 青年朋友們非常踴躍 報名人數以及報道人數到達1080位 這些青少年朋友 非常高興他們能夠來竹聯寺這邊 體驗七夕成年禮的這個氛圍 讓他們能夠了解說要 已經長大成年了16歲了 需要能夠尊重天地 然後能夠對自己的家裡負責 對學校學業負責 對所有身邊的朋友能夠負責 那非常感謝這麼多的長官 市長 議長 還有所有的議員 里長 能夠歷臨這個現場 鑽過氣牛馬的教子 新竹市長林志堅為青少年們託倦 象徵情緒他們學習負責任的態度 踏出成長步伐 把作自己未來的主人翁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儀式 讓我們的年輕朋友們 透過鬆轆召的方式 成長大人 我想這個是格外的有意義 那今天新竹市政府不僅在早上 和竹聯寺共同來舉辦鬆轆召成年禮的活動 新竹市遵循古里举办七夕成年礼 是台湾北部唯一还有举办七夕成年礼的庙宇 主委徐修睿表示 感谢市府对文化传统的重视 今年也将近千位青少年参加 期盼透过转大人的仪式 让青年学习为个人社会负责任 凯波新竹林彦斌 实习记者钟雨山采访报导